天色昏暗 又路人行车要特别小心 台九县复里竹田段号制入口 傍晚7点多就发生一起车祸 35岁机车骑士不慎撞倒穿越马路 77岁妇人造成妇人的炉内出血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救世当中 监视器画面上的这位老妇人 在与有人话家常之后 转身直接穿越马路 没过几秒就在对面机车道上 找机车撞上 机车零件喷飞骑士翻滚道路旁 这一起车祸事故事发生在上个月29号 地点就在台九县复里竹田段 号制登路口附近 而这名77岁的老妇人 在穿越马路到对向机车道上时 与35岁的机车骑士撞上 机车骑士手脚擦磋伤 不过老妇人就没这么幸运 炉内出血 骨盆骨折 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救治中 晚上7点左右 在台九县293.7公里处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警方当场后发现是一部 普通重型机车与行人发生碰撞 造成双方受伤送医 而今了解机车骑士 有驾驶执照 并且没有酒精反应 本分局呼吁夜间时间昏暗 无论是驾驶车辆 或者是行舟马路 都应注意路况 并注意有无足右来车 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而整起交通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